終於要講到水音 之前在那邊問好朋友什麼都不講水音 大家知道嗎? 水音其實是很多用途 我們在前面有講到 佳麗樂 佳麗樂是不是做了一個抽水機 結果呢 他發現到他的抽水機 沒辦法抽到三樓以上的高度 是不是講到這個? 所以佳麗樂留下這個問題之後 他就要死掉 然後他就死掉 所以佳麗樂死掉之後 這個問題輾轉 被很多人拿來研究 其中呢 有一個研究的人 就是誰? 就是虎克 那虎克他改良的東西只有一個 他改良了什麼? 他改良了佳麗樂的抽水機 然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科學家其實也不算科學家 他其實是一個市長 搞政治的 叫做格力科 那這個格力科呢 他也用了什麼呢? 用了他的方法改良了 搓氣機 所以現在的搓氣機 我們俗稱什麼? Dyson 那他們想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 這個破解的東西呢 這個破解的觀念是誰呢? 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托里切利 那這個托里切利呢 他在當時聽到了什麼呢? 他在當時聽到了 加利月的抽水馬達 沒辦法把水抽到三層樓那麼高 大概十公尺 所以他就覺得奇怪勒 為什麼會這樣? 對不對?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想了一下 如果今天抽水 水沒辦法到達十公尺 那我們就乾脆假設這麼說好 如果水的密度叫做1 對不對? 十公尺的時候 他的壓力應該要多大? 十公尺 這個叫每平方公分一千公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天我用密度更大的液體 是不是就怎麼樣? 我要密度更大的液體 那他抽的高度 是不是肯定不到十公尺 對不對? 雖然講他就是想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真的也拿來做了 所以他就用了水銀 這個在當時密度最大的液體 拿來做實驗 所以水銀的密度十三點六 所以他就拿水銀呢 跟抽雞雞 接起來就一抽 結果水銀抽不抽得到一公尺? 根本抽不到 對不對? 十三點六 對不對? 所以要比一千 再小十三點六 所以呢 根本 沒機會抽到一公尺 對不對? 大概七十幾公分而已 所以呢 托里切利 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實驗 再改良 再做了另外一個實驗 所以他就做什麼實驗呢? 他就做了這個 很有名的托里切利實驗 那這個托里切利的實驗是這樣子的 他所先生先準備了一公尺這麼長的玻璃管 一邊閉孔一邊是開孔的 接著他就會把水銀倒進去 所以這一支有一公尺 對不對? 所以裝滿之後就是一公尺的水銀 對吧? 所以他會把這一支水銀呢 倒過來 然後手指頭塞得緊緊的 不過要記得要拔得出來 所以他把這一組東西呢 直接往哪裡插門 往水銀盆裡面插下去 就有一盆水銀 他就直接這樣子插下去 好 結果插下去之後呢 發生了奇妙的事情 什麼奇妙的事情呢? 這個水銀 居然往下掉 所以往下掉之後呢 他就覺得很奇怪 嘴巴會往下掉 所以他就嘗試做了很多種不同的手段 譬如說把這一支玻璃管拿起來 往上 往下 往左往右 搖一搖 放斜的 結果發現這個水銀柱的高度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他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來 在這裡啊 我們說 那這個奇怪的點到底在哪裡 這個奇怪的點到底在哪裡 所以 Tuli切利 他把水銀 放到水銀盆之後 水銀就往下掉 所以往下掉呢 上面那一段 有沒有東西? 沒有 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我們把這一段 什麼都沒有的東西 就稱之為 真空 而且 因為Tuli切利是 氣球表面 第一個製造出真空狀態的人 所以我們把這個真空叫做 Tuli切利真空 所以Tuli切利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幹嘛呢 剛剛跟這一支玻璃管做 那是後來的 普利勢力 在弄的 所以Tuli切利就把管子往下壓 結果往下壓 他原本預期會看到什麼呢 預期會看到那個水銀會跟著往下 結果有沒有 沒有 所以他把管子拔高一點 所以他預期水銀柱要往上 結果有沒有 沒有 也沒有 所以他放倒了之後 水銀柱也一樣 維持在哪裡呢 一樣的高度 所以他就算這種奇形怪狀的玻璃管 水銀柱也一樣 在同一個高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上個單元有講 為什麼水銀柱會發生這個狀況 一體壓力 所以一體壓力我們講到一個東西 把整個一體壓力貫穿起來的東西 是什麼 什麼原理 對連同管原理 所以他想到了連同管原理 所以相同一體相同深度 壓力就要相同 所以理論上 我這個點的壓力 這個點的壓力 這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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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 只要深度相同壓力就應該要相同 對不對 合理嗎 所以我再往上 所以呢 這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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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這個點這個點 壓力也應該要相同 對不對 可是呢 我裡面的東西很好說 為什麼呢 我裡面的東西就是這一段水銀柱 跟上面空空的什麼都沒有的真空 所以呢 我這裡的壓力是不是 直接用水銀柱的壓力就可以知道了 對吧 可是外面的壓力 怎麼測 有沒有辦法測 水銀柱外面這個點的壓力有沒有辦法測 沒辦法測 沒辦法測 而且重點是這個壓力是誰造成的 知道嗎 知道嗎 想一下 你水銀柱的表面只跟一個東西有接觸 所以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什麼 大氣壓力 壓力壓出來的 OK嗎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液體壓力去推測 氣體壓力 對吧 而且呢 液體跟氣體 它的性質也不一樣 液體不能被壓縮 但是氣體可以被壓縮 對不對 所以氣體不能用P等於HD 不行 所以我們氣體只能用液體去推算 對不對 所以阿基米德就 不是阿基米德 是那個呢 托里切林就很殘忍的 叫他家的普問 捧著那一盆水銀 Q帕山 Q帕山 所以呢 越往山上爬 水銀柱的高度反而越低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呢 越往山上爬水銀柱越低 水銀柱越低 就代表壓力會越 小 所以代表山上壓力比較小 山腳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後來的科學家 就這麼解釋這個現象 如果今天呢 有一座山 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 我們的空氣 它的高度是固定的 我們空氣的高度是固定的 所以呢 以這裡來算 在山頂這一段的空氣柱 跟在山腳下這一段的空氣柱 山頂的空氣柱比較淺一點 山腳的空氣柱比較深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說 山腳的壓力會比較小 而山腳的壓力會比較大 OK嗎 所以呢 從實驗也證實了這一個現象 有沒有問題 所以脫理切力呢 就把它的數據公布出來 所以呢 脫理切力他獲得的數據是什麼呢 他獲得的數據就是啊 我不管呢 什麼情況 我不管是指的差 寫的差 粗的差 不管怎麼差 他在這裡 水銀柱的高度永遠都是多少 永遠都是76公分的水銀柱 OK嗎 他的高度永遠都是76公分的水銀柱 所以呢 脫理切力就說啊 喔原來一個大氣壓 1ATM就等於76公分拱柱高 而且也等於什麼呢 因為76公分是高度 也就是這裡的垂直深度 那乘上水銀的密度13.6 所以我們說 一大氣壓也是多少呢 也是1033.6 每平方公分 1033.6 所以呢 各位 你們現在 光是坐在這裡 你們指甲這麼大的面積 就有一公斤壓在上面 然後你們的肚皮大概有兩噸的力量壓在上面 合理啊 50公分乘50公分 對不對 所以2500平方公分 對吧 你的肚皮50公分乘50公分 這樣子 50乘50 哪裡50 不是啊 它是50 所以你覺得你的肚皮應該要再更大一點 所以呢 2500平方公分 所以就是2.5公噸的重量壓在你的肚皮上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很重 為什麼 不是 所以你很習慣 有兩噸的力量壓在你身上 是這樣子嗎 對 其實不是 我們人會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體內也有一樣大的壓力 往外秤 OK嗎 所以呢 兩個壓力大小相等的時候 它就會平衡 所以你們應該也做過這種動作 嘴巴閉起來 然後把氣關到嘴巴裡面 為什麼 可以這樣子 因為 當你嘴巴裡面 口腔裡面的壓力 比外面大的時候 你的臉就會被 推出來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在嘴巴裡面吸氣的話 你的臉就會 好險 對 就瞄準 所以呢 這個就是壓力 有沒有問題 大氣壓力 沒有 有沒有問題 控制一下 來 所以 這裡呢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所以 你怪不得 當年 嘉利月 他做的那一個抽水馬達 有沒有辦法抽到三層頭十公尺那麼高 沒辦法 為什麼 水的密度才低 所以 大氣壓力有多少 每平方公分 1033.6公克重 所以 用水來撐的話 他最多就只能撐1033.6公分 所以他再怎麼抽 了不起抽十公尺那麼高而已 而且 你當時的科技 跟當時的工藝技術 並沒有辦法讓他的氣密性做到那麼好 所以抽不到十公尺真的不正常 很正常 OK嗎 所以 脫離切力把這個東西 整個算出來之後 還要在這裡再補充一個 奇怪的單位 那呢 那這個奇怪的單位 其實是我們氣象在用的單位 叫做 百帕 10 一大氣壓力等於 1013 百帕 那百帕呢 他的單位是 HPA 百帕 OK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稍微有個印象就好 因為這個東西你們國產才會教 你們國產才會教 但是你們國外呢 這幾個東西 要知道 所以今天如果脫離切力啊 他沒有用水銀 他用沙拉鈴來做實驗的話 你覺得他那一支玻璃管要準備多長 是不是要準備超過十公尺才有辦法用 對不對 OK嗎 好 那如果他今天用密度大概多少呢 比13.6還小一半 比如說 如果他今天用密度大概7的東西 那你們大概可以估計 他那一根玻璃管大概要準備兩公尺那麼長 對不對 OK嗎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在這裡啊 我們說呢 這整個大氣壓力呢 就是這樣子 我們利用什麼呢 利用液體壓力跟帕斯卡原理 去返回回來的 對不對 所以呢 為了證明這個大氣壓力呢 托里切力找人 飛著他去爬山 而這個時候在德國 也有一個地方的市長 叫做馬德堡 馬德堡市的市長 叫做格力克 就是我剛剛說的 改良 改良 改良抽氣機的那一個人 他呢 就在馬德堡呢 做了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示範 實驗 叫做馬德堡半球 所以馬德堡半球 是這樣子的 他呢 把一個同座的球啊 把它剖半 然後剖半之後呢 他的邊緣這邊呢 就用牛皮沾那個油 這樣子可以幫助密封 然後呢 這裡呢 給他打個洞 然後呢 把Dyson接上去 把裡面的空氣抽光光 所以抽光光之後 我們會看到什麼現象 抽光光 裡面有沒有氣體 沒有 可是外面的氣體 很想要進去 對不對 所以就會壓著他 對吧 所以壓著他之後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他就會打不開 所以呢 他就在這裡呢 就叫人啊 兩邊各用8匹馬 用8匹馬去拉這個銅球 所以呢 要用到什麼呢 要用到16匹馬 才可以把這個銅球拉開來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大氣壓力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縮小之後 其實就是各位 你們爸爸媽媽車上 很常見的一個東西 有沒有去夜市玩過夾娃娃機 小娃娃機 那個娃娃夾起來 有一些是不是有吸盤 對 所以吸盤是怎麼樣 吸在玻璃上就黏起來了 對吧 為什麼會這樣 他真的是吸嗎 他真的是吸嗎 對 怎麼說呢 如果這也是玻璃 吸盤呢 實際上是這樣子 當我們人壓上去之後 他裡面就沒有氣體了 對不對 沒有氣體了就接近真空 所以外面大氣壓力就壓上去 所以壓上去之後 壓在一個面積上的壓力 就會變成力 對吧 所以這個力 剛好就是什麼力 正向力 所以有正向力就會有 正向力 所以這個就拿不下 OK嗎 所以像人家搬 那個搬 不是搬家 那個要做大樓的玻璃帷幕的 那個玻璃啊 一塊那麼厚 怎麼搬 而且邊緣又很利 怎麼搬 叫人家從底下搬 還是狠的搬 都不會 他們會用個吸盤 砰 吸住之後把它整個吊起來 他們是用吸盤吸 OK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那像我們呢 喝飲料 來 你們是不是有吸管 我們用吸管喝飲料 實際上是我們吸飲料嗎 想一下這個問題 實際上是我們在吸飲料喝飲料嗎 其實不是 其實是什麼呢 來 看好囉 當我們在喝飲料的時候 實際上是這樣子的 你吸管插在這裡 裡面大氣壓力 跟外面大氣壓力一樣 對不對 可是當你嘴巴一督上來的時候 裡面就變一閉系統 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你就怎麼樣呢 你就開始把裡面的空氣給 抽走了 對吧 所以抽走一部分的空氣 好問題來了 你少了一部分的空氣 你就會少了一部分的壓力 對不對 可是根據 連通管 這裡壓力這裡壓力要一樣 這裡壓力這裡壓力要一樣 結果你上面的氣壓變小了 那我怎麼辦 對 我只能用裡面的液體 上來補而已 對吧 所以呢 液體呢 就會上升 再上升 再上升 直到你吸到它為主 OK嗎 所以你們會不會吸飲料 吸到一半 然後就舌頭抵住那個吸管的洞 抵住之後那個飲料是不是就回不去了 對不對 或者是飲料喝一喝 然後手就 吸管喝起來 然後再封給別人喝 以前那個小時候喝 養樂都是最愛這樣子 吸管下去 然後手按著 然後拿起來給別人喝 對不對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對 自己這樣喝 自己會這樣子喝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喝 也是大氣壓力 所以呢 像這個東西 它可以吸上來是大氣壓力 所以像你們呢 怎麼樣呢 把吸管封死之後 把這一節的東西整節拿出來 然後幾乎不太會滴 也是大氣壓力 為什麼 當你呢 上面這樣子 把它整個整節 扣住的時候 上面是不是有壓力 這裡是不是有液體壓力 所以了不起滴一滴出來 對不對 可是下面這裡有沒有大氣壓力 撐著它 也有 因為大氣壓力也想進去 對不對 所以大氣壓力也會撐著它 所以它就不會下來 OK嗎 可是呢 當你 當你 把這裡放掉的時候 它就會怎麼樣 掉下來了 對不對 OK嗎 好 所以像你們國小的 應該也有做過類似的實驗 像什麼呢 把杯子 裝滿水 然後幹嘛 拿一塊電板 壓著 蓋上去 所以呢 杯子 裝滿水 然後電板蓋上去之後 再倒過來 會不會掉下來 會不會掉下來 會不會 大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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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有另外一個 水壓 能不能把它頂下去 不行 對不對 所以不行的話 就會這樣子 OK嗎 好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大氣壓力 會不會很難 大氣壓力其實不會很難 可是大氣壓力 有沒有計算 還是有 還是有 所以 我們的大氣壓力 我們呢 接著來看一下 那呢 以大氣壓力而言 大氣壓力 它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 複雜的計算 來 那這裡的複雜的計算 我們來看一下 這複雜的計算呢 在這裡 所以來這裡齁 欸 哈囉 哈囉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們D0 好像也有學所謂的 高氣壓低氣壓對不對 有 所以高氣壓會往哪裡 也會往D7壓裡 所以這其實也是聯合管原理 永遠從壓力大流下 所以這裡齁 要稍微記一下 所以脫離切力實驗 要記住 它有幾個東西要知道 來 脫離切力真空 所以呢 它的水源柱的垂直高度 會跟外界的大氣壓力有關 跟水源柱的形狀 容器 都無關 好 這個要知道 好 再來 那大氣壓力有多大 記起來 第四點這一點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考試必考 水源柱是76公分 所以我們說 一大氣壓就是76公分 從四方 所以根據 P-ZFHD 可以得到大氣壓力 就是每平方公分 1033.6公克重 所以如果用液體的話 就要1033.6公分 用水的話 就要1033.6公分 才有一樣的壓力 所以呢 加利略的抽水馬達 為什麼抽不高 就是這個原因 好 而這在大氣科學上面 我們用的單位是百趴 OK嗎 好 所以你看其他呢 就是1013百趴 1013百趴 所以呢 這個是油票 歐洲的油票 馬德堡辦 你問什麼 這是歐洲的油票 所以你看他把那個氣抽完之後 就兩邊 四十分 兩邊用八匹馬 拆拆開來 我只開到這邊 你知道嗎 沒有啦 這個一定是四十分的 來 這邊有這個呢 並不難 這並不難 好 所以很像大氣壓力 來 有沒有用過沙拉油 大糖的 或者是煉乳 煉乳 通常要怎麼樣 開兩個洞 或者是營業用的沙拉油 大糖沙拉油 也要開兩個洞 對不對 開兩個洞 它才會比較容易到處 來 很簡單啊 你想一下 如果呢 你這裡只開一個洞 好 所以裡面是沙拉油 它會不會流出來 蛤 就是那個罐頭 就是煉乳的那種 罐頭煉 牙膏狀狀的 你說 牙膏狀的 我做的是罐頭 整罐的 牙膏狀的 上面全開 啊 上面全開 所以上面全開然後再挖出來 欸 因為乳不是 他只要 不是用一個空心 又有開罐器 整圈繞過之後 所以你的練乳就這樣子整個open 對啊 早就壞掉 早就很容易壞掉 通常是開兩個洞 用那個開罐器 尖的那一邊 開一個洞 爽180度 再開一個洞 OK嗎 反正去 所以簡單來講 你練乳如果只開一個洞的話 它會不會流出來 不會 因為它上面這裡是密閉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流不出來 所以呢 我們呢 如果在這裡也開一個洞 大氣壓力就可以進來 大氣壓力進來 這裡的大氣壓力 就擋不住它 對不對 所以擋不住它 它就會流下去 OK嗎 好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呢 大概知道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呢 我們呢 大氣壓力的計算呢 大概呢 還要再加上另外一個東西 才有辦法算 也就是密閉系統的大氣壓力 那密閉系統的大氣壓力 那密閉系統的大氣壓力 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從頭到尾 只有一個東西而已 就是這個東西 記起來 P1V1 等於P2V2 所以什麼叫P1V1等於P2V2 來剛剛你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棉花糖看到了 你把針筒 整個封起來之後 它就是一個密閉系統 對不對 所以當你強行把針筒 往外拉 是不是強行讓它體積變大 所以體積變大 氣體還是一樣多 對吧 所以壓力就會變小 所以壓力變小東西就會膨脹 所以你就看到棉花糖變大 所以當你壓縮它的時候 體積變小 壓力就會變大 所以那個棉花糖的體積就會被強行壓下來 對不對 所以呢 有沒有發現 棉花糖它會很均勻的變大 還是只有一個地方會變大 很均勻 所以這代表壓力的方向性是怎麼樣 一樣是四面八方 而且永遠垂直 皆處於面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這個要知道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呢 我們有很多很多 這場生活中常見的例子 可以跟它有關 所以像在哪裡呢 像在高海拔的區域 這個是我前幾年 拍的 在高海拔區域呢 這個是木設的 7-11 清淨那裡的7-11 清淨那裡的 你看 卡拉姆劇 好大一包 對不對 好大 真的好棒嗎 其實 裡面都是 氣質 來 來 因為卡拉姆劇 它是在平地做的 對不對 所以平地壓力大 所以壓力大 壓下去它就怎麼樣 小小一包 可是到高山上的時候 高山壓力小 它就會 壓不住 所以裡面壓力大 它就會往外膨脹 對不對 OK 好 會 所以我前幾年 在那個 武嶺去看 那邊的啤酒很危險 對啊 那邊的啤酒也很危險 尤其玻璃瓶的 它可能會自爆 然後洋芋片也會自爆 因為我之前在武嶺 有看過一個 可愛的小妹妹 然後她就拿著 很大一包的那個洋芋片 Course for mine 那種 100多塊的大包 然後她就說 那個好大包 然後呢 她就說 會不會爆炸 然後呢 她才講完這句話 然後手抖了一下 她就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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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屁股那裡開了 炸開了 然後呢 100多塊的洋芋片 就直接撒在地板上 然後那妹妹還哭出來 然後我當然就 沒有沒有 我就直接 沒有沒有 我就直接拼了 我說這個是壓力太大 然後反正我想 她應該也聽不懂 因為她大概 聽得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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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呢 我知道 所以像我們上高山的時候 會怎麼樣 耳鳴 耳鳴是這樣子 OK嗎 耳鳴也是 我們體內的壓力是固定的 但是外面壓力變大 所以呢 會覺得耳口悶悶的 所以這個情況在哪裡 比較容易出現 所以可以發動 對 飛機降落的時候容易出現 好痛 然後呢 可是呢 當我們呢 上高山的時候是壓力 外界壓力變小 所以耳朵就會 裡面壓力到 所以耳朵會被 自己體內的壓力 往外撐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也會覺得耳鳴 會不舒服 所以耳鳴的時候怎麼辦 想辦法像你耳朵 跟外界的壓力一樣 所以怎麼樣 腳口向長 腳口向長 其實是一個手段 其實最糟的是 就是把嘴巴 用臉的 然後呢 讓耳朵有 讓耳朵有一點點 痛的感覺 真的 必須要這樣 真的 完全必須要這樣 所以你可以拿著 外套 蓋住臉 然後 然後 它就會 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 然後像飛機 飛機也一樣 你們有看過一些災難電影 飛機上面如果破了個洞 通常下場是怎麼樣 沒有沒有 墜機之前會怎麼樣 人會怎麼樣 不對會飛出去 真的會飛出去嗎 以理化的角度來講 沒錯 因為我們人坐在飛機裡面 飛機如果飛到 比較高海拔的地方 外面空氣稀薄 我們人會凍死 然後呢會缺氧 所以呢 飛機 你最好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罐頭 有加壓的罐頭 然後加壓的罐頭會怎麼樣 加壓的罐頭 就可以讓裡面的氣體 比較多 比較可以讓人在上面呼吸 所以只要破了個洞 它的氣就會噴出去 所以呢 東西是會被吸出去 可是人這麼大的東西 吸不吸得出去 可能不見得吸得出去 OK嗎 所以呢 有些是電影給我們造成的誤導 OK嗎 所以呢 密閉系統大氣壓力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所以呢 我們最後呢 我們把密閉系統大氣壓力 還有液體壓力 把它通通合在一起 所以它通通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常見 這個東西不會很常見 這個東西還是簡單 這樣很貴 好 電話好貴 你要把它擠出來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AV系統1 2 2 好 那我們在這裡 A點的壓力有多大 我們已經知道 大氣壓力是一個ATM 大氣壓力一個ATM 大氣壓力一個ATM 所以一大氣壓一個ATM 就等於76公分 也等於1033.6公分 每平方公分 1033.6公分 所以A點的壓力有多大 不要懷疑 A點壓力有多大 錯 0 咦 真空 對啊 真空啊 所以真空有沒有壓力 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B點有沒有壓力 有 壓力多大 這裡一大氣壓 這個點一大氣壓 V點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點一大氣壓 對吧 所以V點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以液體壓力的角度來講 V跟C誰的壓力大 C C C的壓力大 所以V的壓力 我應該怎麼樣 應該要小 所以有多小 你看 他只有垂直往下 38公分 所以V點的壓力 也只有 38公分拱住高 所以他還要加上C點的壓力 才會有76公分拱住高 對不對 所以不要忘了 水壓可以累加 水壓跟氣壓 也可以合起來 累加 知道嗎 好 所以呢 C點不用懷疑 就是一個ATM 對不對 有了這些概念 有比較清楚了嗎 所以呢 我們來談到第二根管子 第二根管子 為什麼會這樣 你們想一下 第二根管子怎麼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托里切利 他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小心有一些空氣 跑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跑進來了 就不會這樣 所以上面有沒有真空 沒有真空 可是底下這個F也是一大氣壓 對不對 可以肯定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這個F是一大氣壓 所以我這裡只有多少 我這裡只有38公分的拱住 所以代表的是 我這裡要76 我這裡只有38 所以代表上面這裡有沒有大氣壓力 有沒有 有 有 因為有氣體跑進去 所以就有大氣壓力 所以租點的大氣壓力 就是幾公分拱住高呢 所以這裡是不是就是密閉的 對不對 所以密閉系統 各點壓力均相同 對吧 密閉系統 大氣壓力 各點壓力均相同 對吧 所以租點的壓力 跟一點的壓力會 一樣 讓租點壓力有多少 這裡38公分拱住 所以這裡還要幫忙出幾公分的拱住 我們是要幫忙出38公分的拱住的壓力 所以我們知道租點的壓力就是38公分拱住高 有沒有問題 所以1點 38公分拱住高 不就是多少大氣壓 1.5 對 不錯 這個狀況非常非常棒 所以F 它就是幾公分的水柱高 一大氣壓是幾公分的水柱高 是水柱喔 不是水柱柱喔 不是水柱柱喔 你們剛剛有畫到那一條 1033.6公分的水柱高 可以接受嗎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第三根怎麼那麼奇怪 第三根怎麼那麼奇怪 這個跑進去的氣體是不是有點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才會導致裡面外面地面一樣對吧 所以外面一大氣壓 裡面也應該是 一大氣壓 而且它又是一個密地氣房 所以GHI三點壓力都要 對 所以G點的壓力就多少呢 幾帕 10 13 100帕 所以呢 在H這裡 H這裡 每平方公分幾公克重 有差嗎 1033 5.6 所以I這個點幾個大氣壓 幾個ATM 一個ATM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 那第四根 第四根更誇張 水銀面被往下壓了 對不對 水銀面被往下壓了 對吧 所以代表裡面的壓力 其實比外面的壓力還要更 大 大 大多少 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相同液體 相同深度 壓力相同 所以外面呢 一大氣壓 再加上這一段的液體壓力 就會變成裡面的壓力 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呢 外面一大氣壓 76公分 拱住高 結果這裡 低於液面 低於水銀面 24公分 所以這一邊 合起來其實就是 100 公分 拱住高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裡是 100公分 拱住高 代表 JKLM 都是 100公分拱住高 所以知道這個概念之後 來 這就是 100公分拱住高 所以100公分拱住高的壓力 根據 Key的每HD 所以100生理 13.6 所以就是 1360 每平方公分1360 對不對 所以呢 幾個ATM 數字很醜 所以我們寫分數 76分之 100ATM OK嗎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它一定比一大氣壓大 OK 所以呢 這裡呢 就會是多少 一樣是 1360 每平方公分1360公克 所以呢 在這裡 記住了 我們今天呢 把整個開放系統 一體壓力 密閉系統一體壓力 開放系統 系統 密閉系統 整個從頭到尾 講完了 講完之後 實際上 你們會發現 把這四個東西 串在一起的 其實是誰 連同管 而且呢 只要是密閉系統 就一定注意 密閉系統 各點壓力會 一樣 OK嗎 而且呢 記住壓力 其實是可以 累積起來的 OK嗎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地表 有一大氣壓 我們呢 進到水裡面 就會承受 氣壓再加上 水壓 所以當我們呢 一大氣壓 大概是 1033.2 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 10公尺的水深 對吧 所以在地面 是一大氣壓 到海底下 10公尺的地方 就會變成 兩大氣壓 對不對 所以到海底下 30公尺的地方 就會變成 三個大氣壓的水壓 加上一個大氣壓的水壓 而且還是四個大氣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會發生什麼問題 你潛到那麼深的地方 會發生什麼問題 壓力太大 所以接下來 會造成什麼問題 爆炸 爆炸 不會爆炸 萎縮 對 萎縮 真的 正確答案是萎縮 什麼東西萎縮 腦袋萎縮 內臟 耳朵 全部 理論上 應該要全部萎縮 可是實際上 真正被萎縮的 只有你 呼吸的氣體 因為液體能不能壓縮 不行 固體能不能壓縮 不行 氣體可以被壓縮 所以在以前 美國他們在做工程的時候 他們就有做過一種工程 叫做城鄉作業 城鄉作業是這樣子的 他們這裡是水 這裡是海底 那他要在這裡做一個橋墩 怎麼做 我想說蓋橋 我要在這裡挖洞 蓋橋 不是怎麼做 城鄉 把一個箱子 倒過來 重重的箱子 倒過來 蓋在這裡 然後呢 從上面 一艘船 把空氣一直打進去 然後呢 打進去之後 裡面就有空氣了 可是裡面的空氣 會等於外面的大氣壓力 加上水壓 所以裡面的壓力怎麼樣 超級大 所以呢 裡面的工人呢 後來都得了潛水伏病 很多人都得潛水伏病 潛水伏病就是 當你壓力大的時候 剛剛是不是講過密閉西洋大氣壓力 所以壓力大 體積就會小 所以這個時候呢 氣泡小小的 就在你的血管裡面 可是當你離開這個環境 回到正常的地面 壓力變小了 體積就 變大了 所以那些氣泡就突然間 膨脹兩三倍的體積 就塞在微血管莫測 所以就有人突然間 一傷痕就怎樣 腳就麻了 不然就中風了 不然就癱瘓了 這些其實都是潛水伏病的特徵 OK嗎 所以呢 這叫什麼呢 減壓太快 所以是像現在 潛水員啊 他們呢 在潛水的時候 要一口氣潛很深 沒問題 可是要一口氣 從很深的地方浮起來 很有問題 所以呢 他們要浮上來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樣 會在這裡 減壓 然後再往上十公尺 再減壓 然後最後浮到海底面 感覺好緊張喔 狗爬式嘛 所以這有個問題 這有個問題 這有個問題 OK嗎 你把它當成什麼呢 把它當成老皮 屍體 屍體老闆 把它當成老皮 屍體老闆 把它當成老皮 屍體老闆 把他當成老皮 屍體老闆 整個大氣壓力 幾乎講了 OK嗎 好 所以呢 記住 把它整個 串在一起的是 連通管 然後呢 大氣壓力怎麼測 連通管原理 而且利用抑壓去反推 氣壓 有沒有問題 所以壓力這個單元 很多 很雜 很廣 它的題目可以隨便亂出 反正只要扯得到邊 它就可以混在一起 所以呢 這裡啊 你們在寫題目的時候 要寫很多題目 因為這個地方是 可以混在一起 OK嗎 所以 最後一個東西 你們國小畫圖 一定有教各位畫過 有沒有畫過 魚 必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你們的那種畫喉 我會好 我只會用兩畫的啦 魚 我只會這一種畫喉 然後這裡再給它一片 這裡一片 來 魚會吐泡泡 對不對 在水裡面吐泡泡的時候 來 老師畫畫教你們怎麼畫喉 越往上 越大顆 還是越小顆 越大顆 為什麼 這是40 還是錯誤 這樣子畫喉 這是40 還是錯誤 40 因為已經都講了 40 我相信它是錯誤 為什麼是40 因為 因為 對 對 根據P等HP 上面壓力小 下面 壓力大 而且 氣泡本身就是一個密閉系統 對不對 所以壓力大 體積就 小 壓力小 體積就 大 有沒有 所以以前畫喉 沙子膠其實是對的 事實上也是這樣 隨便一條魚 好不好 而且 大家在想 隨便 而且 這裡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你們女生可能比較沒機會去海釣 如果有機會海釣的話 釣到那種稍微深一點的魚 深海一點才會很醜 你看 比較醜 可是呢 它被釣起來之後會更醜 因為呢 魚的內臟呢 有一個小東西叫做 錶 浮標 那個浮標 就跟氣球一樣 可以控制魚在水裡面的沈浮 不要壞掉它就會亂 對 不是不會亂 它會 沈浮沒辦法控制 所以當你把深海魚釣上 你看 把它釣上來的時候 因為 它會減壓太快 它的浮標就會一直膨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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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脹膨脹膨脹 然後就是從嘴巴吐出來 就是從嘴巴出來 就從嘴巴出來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內臟在它的嘴巴那邊 對 所以釣 那個海水魚啊 如果是深一點的 可以釣到這種狀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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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